产业小喜来关心国际半导体展今天是盛大开幕 经济部长郭志辉也清理现场 他表示台湾的AI硬体是世界第一 未来希望能够协助企业将市场扩展到全球 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 而至于行政院长卓榮泰也表示 未来是AI的黄金20年 期盼将高科技的产业推向高峰 台湾的AI硬体应该是世界第一 这无庸置疑 AI时代创造无限的机会与商机 Semicon Taiwan 2024于4日登场 经济部长郭志辉也来到现场大谈AI趋势 那应用的部分 因为过去台湾的这个市场很小 那我想昨天各位有听到 刘德英董事长在讲的 你这企业不能够一开始 把它市场定位在台湾 你应该定位在世界 另外提及台积电设厂进度 他表示目前的状态一切顺利 预期产现都会如期生产 行政院院长卓榮泰同时 肯定台湾在AI浪潮上 担任不可或缺的角色 只要世界看得到台湾的一天 无论未来我们有黄金的20年或更长 只要世界需要台湾的一天 台湾就负起台湾的责任 卓榮泰说 AI未来会有更多的应用 创造有台湾元素的AI世代 与世界连结在一起 期盼将高科技产业推向高峰 这些都少不了台湾半导体厂的共同努力 高速运算伴随而来的 第一个就是整个热能的提升 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展出了 一个亿能的解热方案 借由不管是伺服机 或者是有一些塞卡 这样的一个功能 能够把整个的散热 由小到大 我们能够去做一个更延伸的应用 业者看好半导体产业的前景 会一年比一年好 而台湾半导体业也将扮演着 AI世代的重要角色 记者有量产品和台北采访报道